肯亞的人居然走上街頭 對他一個中國廣場這麼反彈 肯亞跟中國大陸有一個合作 就是所謂的這個東非大鐵路 肯亞是第一站 他是想說後面裡面的幾個國家 他都要串聯起來了 沒有 他斷掉了 為什麼 他沒有辦法繼續蓋了 因為中國大陸後續不給資金 沒錢了 然後資金的基金欠了40億的美金 我沒有辦法還 去了都是中國大陸的幹部 他用中國話 裡面他也有人懂啊 你們這些肯亞人都是猴子 肯亞人覺得說他因為蓋這個鐵路 欠了中國大陸太多錢 這個鐵路現在也沒有人做 後續沒有往後開 結果原本的希望都落空了 你再看這個畫片 這個什麼 中國在非洲最好的猛邦 他是肯亞 肯亞剛剛講的 這些人上街頭幹嘛 居然上街頭抗議中國 而且他人越來越多 態度越來越兇 為什麼 對 這是肯亞首都奈洛比 這些人上去抗議 是奈洛比 對 不是抗議沒飯吃 竟然抗議過去最好的朋友 中國他們叫中國人滾出去 你仔細看 現場的這個武裝警察 是爭相實彈 可是肯亞跟中國不是關係非常好嗎 對 非常非常好 在非洲最好的兄弟就是肯亞 可是問題是你看這些人 你仔細看這些人 打扮入死並不是家裡窮的感覺 對 為什麼 因為他們在抗議 裡面一家中國的商場 這家中國商場是中國人開的 那中國人開了 開到這邊之後呢 開始做所謂消價競爭 把很多來自於中國商品低價的拉到肯亞 然後去賣給肯亞的人 然後讓肯亞當地的貿易商 是沒有錢可以賺的 那這些人現在上場去上街 就是抗議我們看到這個就是中國的 這個中國商場裡面人山人海耶 對 叫China Square就是中國廣場 因為這裡面比如說以窗林來說 就賣便宜百分之五十 然後裡面非常多皮鞋等等 都比肯亞非常便宜非常多 所以他們就要求中國人滾出去 可是問題是喔 這其實只是冰山一角 肯亞對於中國的不滿齊來有致 肯亞原本不是就是非常非常輕鬆嗎 可是因為有新當選的肯亞總統 他叫魯托 這個魯托看起來跟中國感覺不太很好 他直接公布2014年 中國跟肯亞簽署了一個文件 叫做標準詭矩鐵路的文件 這個文件那時候中國就說 你跟我簽一帶一路 我幫你蓋鐵路 蓋鐵路之後我來簽個文件 結果發現裡面根本就是 超級不平等條約 為什麼不平等 中國等於說出錢出力幫肯亞蓋 就是這條鐵路 不好嗎 對 原本感覺很好 結果是超級不平等條約 第一個要求建材要全部都從中國進口 我在肯亞蓋了很多當地木頭 鐵的礦 我可以當地對不對 就不好意思 你所有的材料清除 建材來自中國 對 從中國進口 所以變成是說 我雖然貸款你可能幾百億或幾十億 可是裡面三分之二錢 建材錢全部回流到中國 第二件事情 這些建材到肯亞之後要求免關稅 我明明當地就有鐵就有礦 結果你要中國買鐵就要礦 今天人家肯亞肯亞裡面本來就應該要 免關稅 對 現在還免關稅 這不是最扯 最扯是我們剛剛看到那個鐵路 它既然蓋鐵路假設 我們有需要就蓋 沒需要就不要蓋對不對 這套鐵路硬被中國蓋到一個 汗無人煙的地方 為什麼呢 我想蓋在哪裡就蓋在哪裡 應該是要跟另外一段國家去做接頭 所以說中國在搞一帶一路 其實它是要把每個國家鐵路 都接成一起嘛 變成從中國出發 就可以一路往中東 到非洲等等的地方 所以它一直在 而且聽說它很多工程師工人 也是中國來的 對 工人也是中國來的 然後承包商是中國來的 材料是中國來的 然後鐵路要求你蓋到一個 汗無人氣的地方 完全沒有道理 它就是為了要跟另外一個國家鐵路 接在一起 所以現在肯亞的這個 所謂新種的叫做魯托傑 這叫做不平等條約 整個肯亞現在都在反彈 但更扯是俄瓜多 俄瓜多現在是非常非常誇張的 俄瓜多現在是講的 叫做被偷走的國家 這是一個紀錄片 這紀錄片在紀錄俄瓜多 因為中國一帶一輪計畫 整個國家被偷走 為什麼 俄瓜多跟中國的關係非常好 俄瓜多很多的產品 很多的農產品 全部都賣給中國 習近平還特別去過俄瓜多 看一個水庫 我等一下跟大家講 俄瓜多整個一帶一輪 你看習近平 到底跟中國借了多少錢 借他的數字是5800億台幣 這天文數字 這俄瓜多是天文台幣 對 裡面有七座水壩 又有大小又有高速公路 可是最誇張的是什麼 俄瓜多跟中國借了5000多億裡面 最大建設佔826億台幣 聽清楚 他們蓋了一個水庫 叫做柯卡柯多辛克雷水壩 這個水壩你知道嗎 現在浴庫半年內會倒掉 這個水壩非常非常誇張 這個水壩為什麼蓋完會倒掉 這個水壩在2016年完工的時候 習近平有特別去看 這個水壩是蓋在一個巨型的 所謂的大瀑布下面 這個大瀑布原本說 可以有多少發電等等 這大瀑布有緊臨一個火山 所以地質非常不穩定 結果現在被紀錄片發現 它的整個裂縫有7648處裂縫 7648處裂縫 現在就在這個826億 他們就在看裂縫 對 這都是裂縫 全部都是裂縫 為什麼 因為2016年通知後 後來他們發現一體檢 這個柯卡、柯多、辛克、雷、水壩 既然盤點完7000多處裂縫 所以你現在看到這個畫面 每個都是鐵巴上面的所有的裂縫 你這個裂縫很乖 這裂縫我們旁邊的顏色不一樣 對 他這個是有補過的 所以現在有外國專家推測 可能半年內會潰堤 而且厄瓜多前能源部長直接就說 這個裂縫是為什麼 因為中國的設備跟零件品質不佳 所以厄瓜多這個東西 如果這個真的倒的話 那變世界級的大笑話 另外呢 所以我們之前看到一條新聞就是 現在中國有個大麻煩 你現在一帶一路 等於說到海外的這個錢 你現在收不回來 你不但一帶一路 你丟給外國的債 你收不回來 你現在的這個感情 友誼也完蛋了 對 我跟你講 保加利亞跟鋼國 都遇到同樣的狀況 先講鋼國 鋼國跟中國當然是非常非常好的 可是現在鋼國的總統公開 現在以前都很好 可是現在選出總統 叫做齊塞克迪 直接公開說 中國你挖礦的貨益部分 什麼意思呢 中國去鋼國 匡的非常多叫做孤礦 那孤礦 中國就把它拿下來 那鋼國說我幹嘛給你 老公就說沒關係 這樣子好了 我幫你蓋鐵路 幫你蓋醫院 幫你蓋大學 幫你蓋公路 那你也不用付錢 你給我礦就好 那為什麼要孤礦 孤礦就是電動車 對這種原料對不對 結果現在全部幾乎都跳票 承諾基礎建設只有三分之一打到 其他三分之一全跳票 對 那就說那不然就好啦 你跳票就說那不然孤礦拿來分一下嘛 對不對 你總不能承諾不給我的 不好意思 孤礦老公也不分 所以現在鋼國也氣到爆炸 保加利亞也是說好有325億台幣要投資 不好意思 到現在一毛錢都沒有投資 所以現在整個國家 世界各國的一帶一路 我們看到從肯亞 從厄瓜多到保加利亞到鋼國 全部都來反中國 好 聽會 這是沒有想到 剛剛講的肯亞 肯亞的奈洛比這幾年發展很快 而奈洛比發展很快 你講說跟西方世界的資金 還有跟中國的資金非常有關係 甚至有兩個法國記者還講 現在整個非洲大陸都已經被中國插滿旗了 但是現在一個一個翻臉嗎 你都很難想像肯亞的人居然走上街頭 對他一個中國廣場這麼反彈 對 我們說肯亞 肯亞這個國家其實是不窮的 你看肯亞它的這個首都奈洛比 它是聯合國的環境規劃署的一個所在地 所以它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國際組織 特別是非洲的國際組織 它會設立在奈洛比 我看過奈洛比的那個畫面很漂亮 對 它的城市當中 你可以看到那個首都當中 其實它沒有很貧窮 其實很多高樓大廈 沒錯 然後很多這個 這也就是為什麼中國會在這裡建 所謂的它是Super Market 它的廣場 那現在有一個問題出現了 就是說肯亞它本來就是 中國在非洲的一帶一路的示範國 它是示範國 但是這個示範國 如果都連它的首都發生暴動的話 可見有可能會產生骨牌效應 這個骨牌效應會外溢到 比如說剛果共和國 坦薩尼亞或是扇比亞 或是整個非洲的長期在拿 中國一帶一路前的國家 那為什麼這麼講呢 其實這個總統 它是在去年八月的時候 它當時是副總統 後來他挑戰這個 挑戰總統的職位的時候呢 結果九月的時候當選總統 當然在選舉當中有一些爭議存在 不過當中會不會有美國的這個手伸進來 這是一個問題 為什麼這麼講呢 因為這個總統他提到一件事情 他說如果他當選的話 要把中國人趕出去 所以你看到他現在在位的時候 他的政策是把中國人趕出去 你看到這些民眾上街頭 他是開開心心的 歡歡樂樂的上街頭 他不是你看沒有正報警察在那邊正報 他是放他們去的 所以這個是什麼 執政黨發動的 策動的 是成亞 政府同意的 你只要就是要把中國趕出去 因為中國盤踞在這裡的話 他的資金 他的勞工 他的市場等等之類 都已經掌握整個肯亞的所有的命脈 那今天這個總統怎麼做事情呢 他沒辦法做事情 那是今天總統 沒錢沒人 其實在這個暴動 現在暴動三月初嘛對不對 暴動之前二月二十七號 美國丟了一億兩千多萬的資金 丟到萊諾比 丟到肯亞 幹嘛 搶救肯亞的貧窮人士 所以美國進來了 是 也就是說 美國想要搬倒中國的一帶一路 沒有那麼簡單 就說看看這個樣子就是 民眾上街頭抗議這些 說什麼 因為他們中國賣的東西 比我們耐諾比的 賣的東西還要便宜 所以我要抗議 這個都是藉口 這絕對都是藉口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他搶佔了所有的耐諾比的 國家經濟 國家財政 中國已經佔據了所有的利益 然後你的所有的東西 都在中國掌握上 所以說你已經吃乾抹見了 你的所有 我剛剛講的 你現在在萊諾比 剛剛講你的鐵路是你蓋的 機場是你蓋的 很多公路是你蓋的 現在公路的收費也是你在收的 我不幫你趕出去 我公路也沒得收費 我機場也沒得收費 剛剛講的 所有錢都不在你手上 是啊 是啊 因為耐諾比肯尼亞 他對這個中國最傲傲的 就是說對這個傲人 就是說他幫肯尼亞 蓋了一條鐵路 那個鐵路從海邊 海港拉到他的這個首都 然後也可以拉到其他國家 讓耐諾比成為整個 在這個東非當中 一個重要的枢紐地 然後呢 沿線創造了多少的就業機會 這是中國一直在講的啊 但是現在這個示範國 整個被翻倒了 主要的原因就是說 這個總統如果能夠 把中國趕出去 也簡單一句話 就是國有化 就是徵收 然後把所有的中國的 勢力趕出去之後 我把這個東西騰出來之後 我跟美國之間 跟歐洲之間來交往 那不就是現在在美國 天下為中的這個態勢之下 整個等於是投名狀 又跟美國什麼 美國傾倒 跟欺美的這個態度的展現 所以現在非洲也在翻動之中嗎 是 已經在翻動之中 這絕對是美國已經開始慢慢的 再用一些計謀 他不是只有在歐洲 俄物戰爭 他不是只有在南太平洋 他現在在非洲 也準備在開始採取某些 趁著這些上位的總統 他們需要執政的空間 對 然後用這種方式來講 把中國的勢力趕出去之後 引入歐美勢力 這是目前美國的一個 非洲的外交政策 所以你看到 中美的鬥爭是在整個地球 無意不予 沒有一個地方沒有 剛剛講的北極 赤道 南極都有 對 全部都有 所以現在已經轉到非洲 因為非洲是一個很重要的人員市場 一些很重要的原物料市場 還有未來整個非洲人口會暴增 你看到奈若比 它其實他們的消費力是夠的喔 你看能夠去中國廣場消費 能夠在奈若比消費 這些其實真的他們的心智是有的 只是說因為你中國進來之後 會搶了他們工作 然後讓他們就業機會發生問題 所以長期的隱忍之下 剛好這個總統上台 剛好藉由這個機會 把中國勢力趕出去 剛才講的是 現在中美的大對戰 大對戰以後 我們剛剛講 美國是遠交進攻拉邦結派 現在在日本站到旁邊 現在剛剛講到 現在美國跟日本竟然跑去哪裡 跑去非洲 非洲不是中國的禁暖嗎 非洲不是已經中國在那邊禁很久了嗎 日本進得去 美國進得去嗎 好 寶哲哥 這個是安倍晉三 在2006年紀念第一次提出 後來還第二次 由到2006年到肯亞去的時候 他再次非常清楚 告訴大家的一個東西 就叫做什麼 叫做自由與開放的印度太平洋 好不好 就是所謂的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剛剛庭文在講 觀眾朋友你看看 這個是岸田文雄 已經去到了肯亞了 就是記憶這個安倍晉三之後 第二個又到了肯亞的日本首相 他這次帶來5億美金的投資 但是寶哲哥我告訴你 去肯亞 2016年安倍晉三帶去的投資 但是肯亞總統嗎 三百是外交部長 外交部長到機場去接他 導播再看一次那個畫面 馬上給他鞠躬啊 這叫做安歸按隨 安倍晉三的這個大戰略 他的這個自由與開放的印度太平洋 他代表的是什麼 代表我要大量投資非洲 而且他是一個海源的概念 那索羅門群島現在中國大陸是要把他的軍艦天台 他的軍港 直接他會封鎖 所謂他突破第二島鏈 然後吉里巴斯 他是整個幻制線最東的國家 所以第一道主光就是吉里巴斯 因為他幻制線在這邊 他上面是一個長條型的國家 快要淹沒在海上了 可是寶哲哥 因為太長條了 戰鬥機可以降落 所以基本上吉里巴斯 他很有大的機場 他完全延伸 在過去你看這個 這個我們的地上看不到 就是夏威夷了 所以美國現在緊張了 你說現在拜登注意到了 可是在前幾年沒有注意到 所以這兩個國家跟我們段教授 每個沒有處理 可是現在發現問題重要了 這叫做太平洋 對不對 那我講印度太平洋 印度洋 那印度洋呢 印度洋就是現在看起來 因為安倍記者所提的是 這個是印度洋 印度洋 兩個你看是他加起來的 因為中國大陸在這裡 你注意看好不好 這個是日本 他用紅色當核心 然後呢 太平洋島國 東南亞 南亞跟 這個中東非洲這條線 你把它串起來以後 你看注意看 中國大陸在這裡 他就是一個中國封鎖網 為什麼安倍記者這樣講 他是日本人 他是要信長包為王 我要把你封起來 對 而且他用的不是用地緣 你用地緣 中國在這裡我就卡住了 但是他用的是什麼 是用海 對 印度洋的周邊這間 包含印度跟這個非洲的周邊 肯亞都是重點的 觀眾朋友 為什麼真的去肯亞 第一個 肯亞呢 中國大陸有一帶一路 然後呢 肯亞有個很關注的一點 因為我以前也關注很久 就是肯亞跟中國大陸有個合作 就是所謂的這個 東非大鐵路 肯亞是第一站 對 後面還有好幾個國家 東非大鐵路的第一站是肯亞 對 就是肯亞的這個蒙巴薩 到的奈洛比 對 可是這個鐵路蓋得很漂亮 現在觸礁了 因為這個鐵路也跟這個 新的總統上來有關 華傑哥你要知道 肯亞其實是東非最富裕的國家 他的經濟建築 比其他國家都好 所以他開始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鐵路 對 而且你剛剛講 他的規格都跟中國的高鐵一樣 對 甚至他連訓練 聽說那個語言 那個術語 是用中文 他是中國製造中國標準 所以所有的東西 包含剛才跟他的鐵路 你看他為什麼蓋這麼高吧 這個 為什麼這麼高 為什麼 因為他裡面經過很多的這個雨林 然後呢會有長頸路走過去 那過去 沒有不要跟你開玩笑 這個鐵路研究好多年 可以長頸路過去 對 所以他為了影響那個生態 還有每天下午2點上4點 會下大雨 所以他把它弄高 可是他經過國家公園 他現在出問題了 當時蓋這個鐵路的時候 太過方便行事以後 現在肯亞的這個 目前的法院正在調查 為什麼 因為他已經在過程當中招標 其實是違法的 第二個 又有貪圖 他借了太多的錢了 那法杰哥你要知道 我講蒙巴薩到奈羅比 就這裡 這條鐵路現在看起來是漂亮的 他剛剛開通的時候 在上面他還唱 好一朵美麗的茉莉花 因為肯亞人以為他找到工作了 可是法杰哥問題來了 因為這個鐵路 他的計畫是後續 你要注意看 這裡是肯亞 到這個奈羅比 這是蒙巴薩是港口 他是想說 後面裡面的幾個國家 包含了烏干達 包含了其他國家 南蘇丹 他都要串聯起來了 可是法杰哥沒有他斷掉了 為什麼 他沒有辦法繼續蓋了 因為中國大陸後續不給資金了 沒錢了 然後之前的基金欠了40億的美金 我沒有辦法還 然後再加上說 現在目前肯亞的法院都在調查 中間有些問題 所以呢 新的總統 現在我剛剛跟大家講 新的總統叫做Ludo 他的這個計畫就是說 我不要跟中國大陸再靠那麼近了 你要知道這個新總統 這是之前的總統 所以肯亞也換人了 肯亞塔總統 你看他去見習近平 他當時開啟這個計畫 可是這個計畫現在蓋成了後續斷頭 所以他沒有辦法帶來效益 這幾天 這幾年 大家去看 這個東非大鐵路根本沒有人在搭 還有一個很關鍵的 我們台灣比較不知道的 因為去的都是中國大陸的幹部 他用中國話 裡面他也有人懂啊 你們這些肯亞的人都是猴子 他罵了以後 然後對他們其實苛刻 所以肯亞的人覺得說 你們中國大陸 本來是很期待的 所以你看這個新總統 他叫Ludo 他不要靠中 他今天你看 他跟英國首相 他跟美國總統都見面 他不要完全的 他跟中國大陸沒有斷啊 他還是 因為還有方交在 因為剛剛講 你那個路不是蓋得很貴 你的維修也貴 還有你的車票很貴 現在肯亞的人根本搭不起啊 他的東西都貴 而且呢 他的所有的這些鋼材什麼 都是來自中國大陸 而且他因為蓋這個鐵路 欠了中國大陸太多錢 所以現在目前後續還不了錢 請問一下要怎麼辦 所以他造成的問題以後 這個鐵路現在也沒有人做 後續沒有往後開 結果原本的希望都落空了 所以中國大陸對肯亞的影響力降低了 那把這個人家倒回來看 中國大陸對肯亞的影響力降低以後 日本跟美國就開始介入啊 日本就進去了 日本就是剛才我講的這個大戰略 他直接這個什麼 Indo Pacific 他就進來了 他就到肯亞了 而且這次安田文雄 他到非洲四個國家 埃及 加納 肯亞 還有莫山比克 為什麼去加納跟肯亞 肯亞我剛剛第一次講 他去搶中國影響力 第二個加納 寶傑哥你要知道 聯合國裡面有五個常任理事國 中美 研發二 安全理事會 另外有十個非常任理事國 兩年一次的任期 今年的非常任理事國 就是日本跟加納 所以他去跟他談 因為北朝鮮的問題 以及要跟中國大陸 俄羅斯問題 所以那個安田文雄 為什麼要去加納就是這個 而且賀錦麗也去加納 對 寶傑哥 賀錦麗去加納 所以美國跟日本 現在在Indo Pacific 他要失利了 賀錦麗也去加納 我剛剛講了 他是現在目前兩年的 非常任理事國的十個韓國之一 然後他去尚比亞 他去坦尚尼亞 過去整個非洲五十個國家 中國大陸他擁有 只有一個國家沒有他幫加納國 就是我們中華民國有幫 叫做史瓦蒂尼 其他的都是 那之前王毅還當過交部長 在講說很快的 我們非洲要全加納 可是我們就卡住一個 我們的史瓦蒂尼在這裡 有沒有 那這種情況之下的時候 美國才忽然發現 非洲這個南方的這個大陸 他已經荒廢太久了 現在日本跟美國 你看美國的副總統 都去了非洲 他要在非洲增加影響力 不要讓中國大陸 唯一影響非洲大陸 那就是 美國居然 他們要弄了一個基金 這個基金1.8兆的台幣 要幹嘛 他們要跟中國一樣 中國現在不是進到了非洲 他們蓋碼頭 蓋港口 蓋公路 蓋機場 現在美國也要在非洲做這些事 為什麼 因為我們能講到的 很多的資源都被中國拿去了 但你很難想像 你現在在非洲 你是賣魚的 你今天是賣電器的 也都是掌握在中國人的手裡 好 寶姐 事實上現在目前對中國大陸 對非洲的掌控 真的非常非常的深入 你知道從以前到現在 他累計投資 這個非洲已經高達1450億美金 那同時他還成立一個思路基金 高達400億美金 這就是準備怎樣 瞄準到非洲大陸 我要投資在非洲 那你知道 現在整個非洲 可是他到非洲是真金百英的多嗎 對 他已經真的投下去了 所以不是像菲律賓一樣 我說我要給你90億 90億 結果只有1.5億 對 他是真的投下去了 而且投的機能非常非常高 也就是因為這樣 美國終於發現到說糟糕 非洲已經變成你中國的天下 所以中國在非洲是晚真的 對 所以最近川普就決定什麼 因為美國有一個叫做 海外私人投資公司 這個說穿的就是美國 美國版的這個 一帶一路的這個方案 他們也要搞一帶一路 對 他過去都投資到什麼 一些這個落後國家的這個基礎建設 那現在他以前的規模是230億 他想說中國的這個錢這麼多 那我沒辦法 我要提高這個金額 他決定把它提高到600億美金 600億美金就有辦法跟中國大陸對抗 那你知道這個方案 一開始大家說 你這個方案 還要經過美國國會同意 美國國會怎麼可能會同意 結果被想到現在美國國會是 兩黨口徑一致 完全接受 所以這600億 未來美國的這個 他們叫做美國國際開發公司 金融公司 準備要出來 跟中國的思路基金 兩個互相對抗 所以他們現在也要前進非洲 我們現在看這個畫面 就非常誇張的是 你在非洲 漁 很多的漁獲 不過竟然是跟中國有關係 沒錯 事實上這個在這個國家在肯亞 肯亞過去是 因為肯亞人口非常多 所以他們有吃這個魚的這個習慣 那肯亞過去有一個非常大的虎 叫做維多利亞虎 那維多利亞虎 還有這個海港 他們有非常大量的這個漁獲量 他們有能力 對 結果你知道嗎 因為肯亞人口增加太多 所以他們當地的這個漁獲 的這個成本 節節往上升 你知道目前的 當地的這個漁獲量 每一公斤的話 要賣一百一十九塊 大概是一百二十塊 一百二十塊 每一公斤一百二十塊 算是很便宜 結果沒想到他們最近漁民 生活不下去 為什麼 因為來自中國大陸的 便宜的漁獲 打得他們當地的漁民 幾乎慘不忍睹 中國的漁跑來這 對 他們當地 中國的漁到這個地方 一公斤賣四十五塊不到 那四十五塊給你一百二十塊 你會選哪一個 當然是選中國的漁獲 你說中國的漁獲 還跑到肯亞去賣你 對 為什麼中國有辦法 賣到這個地方來 因為中國大陸他們有所謂冷凍的這個技術 還有他取得 一開始中國大陸跟肯亞就簽這個自由貿易協定 他就說 這樣子我們把所有的關稅全部免除 所以你的商品可以賣給我 我商品可以賣給你 所以中國大陸就把這個便宜的 這個所謂漁產品就賣進來 那賣進來之後 因為他價格太低 他又有這個所謂的儲廠的這個設備 所以他賣不完他可以放著 賣不完可以放著 放很久啊 因為他們當地沒有這個冷藏設施 所以他們當地人只能夠 這個撈到沒多久就要賣掉 中國大陸就要賣掉 中國大陸不用啊 他可以冰起來 所以他的長遠下來 他的成本就比你低 所以他用這樣子 慢慢打敗了當地的這個 所謂當地出產的魚 那另外一方面 中國大陸現在也在發展遠洋漁業 遠洋漁業的時候 我不用再拿回到了中國 我今天如果在非洲的旁邊 在肯亞的波線 我直接卸貨直接販賣 對沒錯 而且他們的這個技術 都比這個當地肯亞人更加的先進 他們說大型的漁貨一撈就是 把所有的進海的漁全部撈光光 當地他們還用這種 怎麼撈得過中國大陸 所以他們在當地的漁民已經落後 那你現在 還會說肯亞的漁業是掌握在中國的手上 那你現在落後的話 那OK 我們就來拚這個養殖業 他們肯亞當地喜歡吃一些魚 那我們就來養殖 可是他們後來發現了什麼 糟糕 養殖業他們也活不下去 為什麼 因為養殖業要進一些肥料 進一些所謂設備 全部都被中國大陸掌握 飼料也是中國的 也就是中國大陸 他控制你的飼料之後 他只要你跟他競爭的時候 他把飼料價格往上抬高 所以為什麼他們當地的漁貨量會這麼貴 主要就是因為他們當地中國 已經控制你的這個飼料 還有所有的這個生產設備 他把你提高起來 你當地漁民的成本當然非常高 所以中國對於整個非洲的控制 比我們想像來的更深更廣 你本來以為說就是礦產嘛 就是公共建設嘛 但沒有想到 連這種民生物質都掌握 對 他還不只掌握了肯亞的漁業 他目前還掌握了整個鋼果 這個共和國 他的這個最重要 這個棕鋁樹的這個產量 棕鋁樹 對 為什麼棕鋁樹非常重要 事實上棕鋁我們如果用在這個實用油 或者說他可以做替代能源 是非常好的一個東西 中國大陸過去 他在這個馬來西亞這些也要掌握 但是馬來西亞最近跟他們處得不太好 雖然怎麼辦呢 好 我就在鋼果去 那你知道嗎 他是透過誰 透過中芯通訊 中芯通訊為什麼要透過中芯通訊 因為目前整個這個非洲大陸上面的 所有的電信公司 要嘛就是被華為拿走 要嘛就是被中芯拿走 他們兩個國家在這個非洲 兩個公司在非洲建立了大部分的這些通訊設備 那你知道為什麼他們會慢慢掌握呢 因為譬如說他們這個 我舉個例子 譬如說這個華為他到蘇丹的時候 蘇丹當時沒有錢可以給他 那怎麼辦 他就說那這樣子 你們的芝麻產業就給我好了 所以你知道 因為當地沒有辦法償還這些建設 那怎麼辦 所以你知道現在中國大陸賣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芝麻 是華為賣的 華為從蘇丹賣回去 華為賣芝麻 那這個也一樣 用賣你不能給我錢就給我芝麻 對你給我芝麻 那我就賣到這個中國大陸去 那一樣 鋼果也是一樣 鋼果一開始設立這個 他們請中芯通訊去建立這些這些 這些設備 沒有錢可以還怎麼辦 好嗎那你就OK啊 種旅數給你 對那你就把種旅數畫給我嘛 那種旅數的這個地都畫給我 所以你知道他在那個地方種了非常大規模的這個 這個棕櫚樹 有一百萬公頃 所以也就是說他希望呢 能夠在這個地方產出大量的棕櫚油之後呢 未來可以回銷到中國大陸 甚至回銷到全世界 所以整個這個非洲大陸上面的這個版圖 慢慢的被中國大陸國家的勢力 跟一些民營的企業慢慢的掌握了全部 所以剛剛講的更重要就是 它的礦產很多在掌握在這個中國手上 這也是美國最不能接受 因為我們講到的 未來二十一世紀的新能源是電池 而在電池裡面 你要擬礦要滅礦 還要有一個孤礦 而孤礦全世界最多的就在非洲 而已經被中國拿到手了 沒錯 事實上中國大陸目前在整個這個這個非洲 掌握所有的礦源 甚至他還想掌握什麼石油 保健人知道嗎 事實上中國大陸的這個石油的話 第一個這個進口的國家是俄羅斯 第二個是沙奧地阿拉伯 第三個就是安哥拉 所以他在安哥拉其實他也投資了非常多 那你知道投資多到什麼樣的程度 保健你看看這個 這個是安哥拉最新出現的一個鬼城 它這個規模是非常非常大 造正的鬼城 那這個事實上安哥拉首都在盧安達 他附近的這個卡巴卡蘭巴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其實都還沒有這個 他們首都還沒發展起來 中國大陸就跟當地的這個政府官員就說 這樣子我們預估你未來這個城市 可能會大幅的這個擴充 所以我們要未雨綢繆 我們先在卡蘭巴這個地方 蓋一個衛星都市 這個可以容納五十萬人 他們這個首都都還沒住滿 一個採視可以容納五十萬人 蓋一個鎮可以容納五十萬人 對 輸減你人口過多的這個疑慮 那這樣子我們幫中國大陸幫你蓋 但是唯一一個一個前提就是 你這個錢你要跟我借 也就用借的方式 所以他就剛開始幫他浩浩蕩蕩蕩地蓋出來 就蓋出來你看保健 這個一共有這個七棟 七棟大概兩三千的房子在這個地方 就知道蓋完了之後 到目前為止賣不到十分之一 都買不出去 你說當地人買不起 買不起 因為太貴了 這一套房子在當地 大概要十二萬到二十萬美金不等 這就是埃哥拉蓋的房子 對 結果他們當地人 一天才賺兩塊美金 他們根本買不起 那買不起的話 這個案子註定他賣不下去了 那怎麼辦 賣不下去很簡單 中國大陸就說這樣子 因為你剛剛跟我借款的話 那沒關係 我們這個案子 我們就繼續放著 但是如果你要這個償還利息 我本金的時候 你就用你的油田來抵給我 油田 對 也就是說他原本 他真要油田 對 原本安哥拉的油 是賣到中國大陸去 那這樣我們兩個換 因為你跟我借錢 那我就把你油田的 這個產出的東西給我 所以中國大陸就用這樣子 不斷地經吞蠶食 把很多原本不屬於他的 洗到自己的手上 這也是為什麼美國非常擔心 他要成立這個六百億元的資金 他不希望這些 他過去的這個朋友 慢慢都變成中國的掌握 全世界現在在找人員 都會想盡各種辦法 比如說肯亞 我們一喜歡想肯亞就是非常遙遠的地方 可是寶傑 你看到他們現在的這個地勒發電 已經是非洲第一名 而且他們發電的量 已經是超越了日本了 為什麼是這樣子呢 你看這主要是看這邊這個地方 他們2004年的時候 他不是個東非大裂骨嗎 那下面有些直通地寒 然後現在裂骨是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大家都覺得這一個很危險的地方了 他們突然發現 有些人挖一個井 一沖的時候噴出熱泉 高達80公尺 你說在東非裂骨旁邊 東非裂骨 高達80公尺 那80公尺比美國黃石公園的那個 間歇熱泉都還要高 然後他們本來很多人說 哇這怎麼辦 他們就想說反正我們也缺電 所以他們開始從2004年開始 引進來 然後其實地熱技術不難 然後就開始去做 然後去做 沒想到短短的十年下來 已經是非洲第一名了 而且當然地熱是有個問題 因為那些水是礦泉水 礦泉水裡面礦物很多 鈣美這些東西都會溶解在裡面 所以呢 會堵塞管道 會堵塞 它就像我們的鍋構一樣 會變成硬水 他們呢 連肯亞都說 我們來想辦法吧 所以他們去研究一些的那個軟化劑 讓你那個 當你整個管線慢慢被堵塞的時候 我就把它給軟化下來 所以急地熱 你就可以自救 但是就看你政府和人民願不願意去投入了 好 那是 在能源上面 當然講很多還是依賴石油 但是有些產石油的國家 這些石油都被少數人給壟斷 那其他人怎麼辦 其他人就想辦法偷油 而偷油的生活 不是一般人可以想像的 對 寶傑在非洲 你知道非洲產油國家 包括尼斯利亞 包括奈吉利亞 他們都是世界排名前幾名的那個產油果 但你們國家產油果 其實它國家並沒有很富有很窮 因為被少數人壟斷了 對 而且被很多很多他們產生了一個新興行業 叫脫油賊 脫油賊 我們講奈吉利亞這個例子 奈吉利亞 你知道他政府統計 但是奈吉利亞 境內那個專門脫石油為生的人 這個脫油賊總共有多少 多少幾萬人 幾萬人 好幾萬人 所以說他們平常都是這樣的生活 都是過這樣的日子 對 那你知道他們在脫油的時候 他們一連說脫掉他們的統計 大概有四十萬桶 四十萬桶的石油被拖走了 如果以換算人金錢的話 大概多少 兩千五百億的台幣 那他們怎麼投呢 那問題就是這些人 脫油他很危險 他其實也在冒生命危險 因為你知道他們設備很簡陋 他們是在去鑽那個輸油管 去鑽 輸油管裡面有油 你一鑽 一不小心就會爆炸 所以你剛剛在燒了這個牛 是輸油管 對 你他們要去鑽輸油管 然後拿那個像橡膠管一樣 對 把那個輸油管裡面的油 抽到那個桶子裡面 或者用這樣帶著去 去放在一個大桶子裡面 那你第一個 你容易爆炸 第二個 他那個一鑽的時候 那個鹽油整個噴出來 從輸油管有壓力 整個噴出來 所以整個荒原幾公里以內 其實整個烏溪麥 那整個環境污染相當嚴重 所以賴吉利亞這麼遠頭痛 那這些的你知道 剛才我們講說 他其實負生命代價 那個大火那個鹽油一爆炸 像金狀營一樣 整個起來 溫度很高 你說這一艘就兩百個人死亡 一艘兩百個人 二零年有兩百個人 你看他們有的往海邊跑 往海邊跑 往海邊跑也是一樣 但拉起來 這個是從水裡邊拉起來 也全身焦黑了 已經焦黑了 變炭了 對 那有的 你看這一個 這個很多是 他不是焦黑 他已經直接化成白骨 化成白骨 你根本無法辨認 這麼慘 對 但因為利潤太高 因為利潤太高 所以大家拼命 拼命 還是拼命 對 拼命去挖這種油桶 那你知道 到後來賴吉利亞 政府說這樣不行 一連兩千多 兩千多億流失掉 後來他們發明說 要去打擊這些人 抓不勝抓 後來用這種現在的恐怖人機 無人機 對 用無人機升空 包括在海岸線行儒 你這個 因為你到了以後 你總是要上傳 賣到外面 賣到外面 他們很恐怖 你賣到外面 他們低價 低價賣 所以賣到外面去的時候 政府這邊的油價 油又賣不掉 所以他們現在 用空拍機去行儒 海邊行儒 你如果油要出去的時候 包括那個走私船什麼 全部可以一覽無語 所以現在變成政府 跟這些人 這些人在打仗 那這些人 你知道他一天這樣 冒生命危險 他一天大概賺到六十美元 很高啦 算很高 六十美元一個月 差不多台幣五萬多 在非洲那幾利亞 算是高的 所以你政府怎麼抓 有錢的生意 大家還是有人做 所以現在還一個 一個再抓 一個再拖 不曉得以後入死誰守 在非洲 他現在的經濟成 每一年成長率都非常強勁之外 他們現在很多新興產業都在非洲 萌芽 為什麼 我們現在都很重視說 我們前一陣子不在講 四九九之亂的時候 講到說我們台灣的上網速度很慢嗎 保證長 我們台灣的這個上網速度 都比台灣更快 很多人到非洲去 你都以為說 大概非洲沒有4G訊號 錯 非洲現在大概已經有一半的人口 他們是使用4G訊號 而且他們的訊號 可能都比台灣更好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們有Google 或是說臉書 或是華為 他們在那邊建了很大量的這個基地台 所以你不要擔心說 你去肯亞 去那邊這個狩獵的時候 沒有訊號 不會 他們在這種什麼 去狩獵 沙漠中央的時候 其實你不要擔心說 他們其實都是有訊號的 而且他們現在有什麼東西 你知道 你現在去肯亞 肯亞現在已經慢慢的 用不到肯亞當地的貨幣 他們現在肯亞當地 有一個叫 這個支付系統 也就是說你下去 你下去這個肯亞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說肯亞人 就跟我們 就跟中國大陸一樣 中國大陸都用微信支付 用這個阿里巴巴的支付寶 他們也是 他們現在也是用 他們自己的支付系統 所以你現在已經去非洲很多國家 你已經是弄不到 沒有紙槽了 已經慢慢的沒有紙槽 所以你不要以為說 他們好像是很落後 不是 他們現在是非常先進的一個地方 也就是說 他們現在有很多新科技 都在那邊萌芽 你就看到這個MPASS 這個MPASS就是 我是在這邊 我給你買卡 我在這邊有點數 這邊點數我不用現鈔 我就可以直接買賣東西了 而且現在非洲 有一個非常大的經濟成長 就是因為他非洲 有一半的人口 因為非洲人口大概二十億 有一半以上 大概都是二十幾歲 所以他整個未來的潛力 是不是非常非常強大 我們講一個國家 大家可能都不敢相信 這國家就是盧安達 盧安達 一九九四年的時候 當時不是種族屠殺 非常嚴重對不對 過了十四年之後 他現在完全不一樣 他現在變成是一個 非常經濟成長率 非常強勁的國家 這是盧安達 他創下一個紀錄 他連續十四年的經濟成長率 都是八趴 跟中國大澳 在這個改革開放之後 一模一樣 他連續十四年都是八趴 而且中國有拚了 對 而且他現在是全球第一個 禁止使用塑膠帶的國家 對 所以我們現在才說 我們不能用塑膠吸管 他們已經全面禁止 而且保安達 他們現在全國 都覆蓋在網路之下 因為他們 因為之前的這個 種族大屠殺之後 所以臉書 Google都來這邊 幫他們建置網路 保安達 他們所有的年輕人 現在百分之百都可以上網 而且他們上網速度 是台灣的兩倍 而且他們的費用 是台灣的三分之一 所以等於是說 速度是兩倍 費用三分之一 他們用這種方式來鼓勵 整個盧安達年輕人 開始創業或是怎樣 所以現在盧安達 已經慢慢變成 這個非洲 一個非常有名的 跟這個所謂的網路 手機有關係的 創業的重鎮 所以你不要想到 這個已經都 不是我們想像中的 過去的盧安達 過去是死氣沈沈 但是現在完全非洲 都是跟我們完全過去一樣 不一樣的這個印象 非洲現在是非常的先進 沒有 師兄 我們想到非洲 你就想到草原 你想到沙漠 你想到野生洞 你想到礦 酷熱 可是我們看到一個台灣人 到了非洲 他居然用四個字形容 把我嚇死了 天氣微涼 他居然講說 在很多的地方 他的均溫只有25度 沒錯 事實上我們一般人都認為說 非洲一定就是很熱 很熱 那黑人怎麼會那麼黑 對不對 大家都是這樣認為 但是其實不是喔 保證 你知道在非洲 尤其是東非的這個高原 包括說伊索皮亞 肯亞這一帶 因為我朋友也去過 我朋友也有在種咖啡 所以他去伊索皮亞 他說伊索皮亞 保證 你知道 夏天晚上的時候 你出門你還要穿博外套 因為那個地方其實是很涼 真的是天后為涼的地方 因為那個地方大概是海拔 一千公尺以上 那一千公尺以上的時候 其實你用這個算數你也知道 他一定是比平地溫度降非常多 所以他夏天的時候 大概是26到27度 冬天的時候有時候 他會降到20度 所以整個溫度 其實是非常涼爽的地方 那很舒服啊 很舒服喔 所以很多人都說 很多現在歐美人士 尤其是歐洲人士 他們現在要退休的話 他們都去住在東非 所以大家如果說 非洲很落後 沒有 現在其實包括 伊索皮亞 或者說這個 所謂的這個 肯尼亞這一帶 很多非洲人 他們養老的地方 首選就是在這個地方 因為天氣很涼 然後那個地方的這個 病菌又很少 也不像我們印象中 好像會病菌很多 其實不是這個樣子 而且那邊有 非常多的度假中心 類似我們剛才看到的 類似這樣的度假中心 在那個地方 而且這邊地方住的都是 歐洲 歐洲或是美洲 非常有錢的 這個豪富豪 會住到這個地方來退休 董事長 你可以想像 中美雙方竟然在非洲 直接面對面了 當然我不覺得 在短時間之內 美國會站上去 因為中國已經長期支持 非洲的這些軍閥 所以它很簡單 他說不管你這個體制 你看軍閥殺人放火 人權你搞虐待 他通常不管你 對 就跟你往來嘛 不知道賺錢就好 對 他不是最早的時候 他那個時候第三世界國家 他想當 毛澤東想當第三世界國家的領袖 他在大饑荒的時候 在中國內部三反五反的時候 他百萬百萬的美金 去援助非洲 他都跟軍閥往來 他根本不管你 所以他跟非洲的關係非常好 不是那麼簡單的 美國現在去的話 不是美國講這個時候 做法可以負擔的透明的 對 他要透明幹嘛 大家要透明 大家你不透明了 我要貪污啊 對不對 他就是貪污的嘛 他不跟你貪污 那你要跟軍閥合作 你透明幹什麼 所以不能跟你講這一套東西 是嘴巴講講 還有第二個問題 美國本身政府 是沒有投資能力的 因為美國本身是要企業 企業去投資 對 美國政府是人外嘛 我是把這個錢 就是跟你就是 就是捐給你嘛 對不對 幫你忙嘛 可是你要做企業的話 你要商人去啊 對 那商人去 去到非洲就搞不定啊 因為美國商人在海外 收 送紅包 對 出事情的話 美國法院要判刑的 中國不會 不會 中國大家呼呼頂來 沒關係 大家亂來了嘛 所以這兩個文化不一樣 中國人有優良傳統一起貪污嘛 這個沒有問題 可是這一套 美國人不會搞這一套 所以不見得搞得定 你知道吧 好你現在布林肯 你現在開始 開始去了 是一個好的開始 但他會不會要錢 會拿你的錢 他會不會跟你合作 我覺得不一定 因為他現在只針對幾個 特定的國家下手 包括有海港的 有可能有佔你的所謂的 海上的軍事基地的 還有特定的戰略點的 據點的部分 他也開始下手 但非洲不是那麼簡單的國家 因為非洲基本上 你一爆出來的話 你會寫篇文章 你就掛掉了嘛 對不對 那可是中國人不來這一套 你殺多少黑人 還有一個很糟糕的是什麼 中國人有一套 中國公司去的時候 你看到沒有 他中國工人如果不夠 他要找越南工人 對 他很多中國工人 就跟得去的 所以他工程 不是給當地人做的 自己幹的 他自己幹的 他把剩餘的勞力 把他到那邊消化掉 他把他多餘的生產力消化掉 我講很簡單的 你剛剛看那個火車 那個像高鐵一樣漂亮 非洲需要的不是要高鐵 對 他需要是鐵路運輸嘛 你要把那個礦產 要把那個木頭 伐木 那原物要 送出來 運輸出來 從深山峻嶺 從山峻嶺 運輸出來 換成人民幣 換成美金 你搞那麼漂亮的那個高鐵幹什麼 貪污 貪污用的嘛 就是貪污嘛 一點都沒有用嘛 正好剛剛講 小孩子同工一天來一塊美金 你搞個高鐵幹什麼 根本沒有意義的事情 所以他的一帶一路 在這上面來講的話 還在修正中 可是他跟的軍閥關係 非常非常好 所以我覺得美國要進去 還要再花一二十年的時間 才打得進去 好之後 另外就是 我覺得中國真的在偷偷摸摸 蓋很多事情 我們不知道 他居然在阿聯酋 去偷蓋一個軍事基地 而這個軍事基地 居然是美國的衛星發現 才跟阿聯酋講 阿聯酋自己不知道 沒錯 事實上中國到了一帶一路 或許真的在 這個很多損失非常非常多 而且沒有回收 但有一件事情 大概他們可以完成 就是他們在目前為止 搞了非常多的地下建築 搞那種軍事建築 地下建築 對 我們為什麼呢 事實上這件事情在 這個所謂阿聯酋的 這個哈里發港這個地方 約莫斯在這個地方 結果沒有 保潔在一年多前的時候 就有人跟美國說 這個中國的行 這個他們假借所謂的 商務公司 船務公司 在這個地方幫他們拖 這個港口的這個 拖建的工程裡面 他們好像在蓋一些 軍事的設施 請你們美國好好調查一下 結果後來美國就在 今年春天的時候 動用這個衛星去看了一下 看了一下發現 還真的有這個可能性 所以他們從衛星拍過來這個畫面 拍這個畫面來說的話 就是說港口把它挖得比較深 那裡面來說 有些建築物人 他好像怕上面看到 然後這個偷偷摸摸的這個狀況 結果美國就說 你可能在這個地方 蓋這個軍事基地 然後他就馬上通知這個阿聯酋說 你知道說美國 這個中國到底在哈里發港 這個地方在蓋軍事基地嗎 結果你知道 這個阿聯酋居然說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們在這個地方蓋 那於是 美國就對阿聯酋施壓就說 你要 你要給我停掉 結果沒想到現在沒多久的時間 阿聯酋 也就是這個阿拉伯聯合大公主 就馬上說 那這個案子完全停擺了 所以美國如果不講 他就會繼續蓋下去 對 那當然會繼續蓋下去 而且美國是用軍備來威脅他 對 為什麼 因為他要跟美國買F-35 你這樣子的話 那我們不要買給你 而且因為過去一段時間來說 阿聯酋跟美國的關係是非常好 軍事上面的這個 他就用這樣威脅說 你這樣的話 我就不要跟你和好了 所以於是呢 這個哈里發港的 這個軍港的建築就告一段落 好 那為什麼這個對他很重要呢 那我們曾經說過在吉布地 吉布地這個地方 中國已經有軍港在這邊 你看他如果在這個地方 又有軍港的話 他中東勢力就大幅的增加 那為什麼這個哈里發港 對他很重要呢 因為這幾年呢 我們不是講他在非洲嗎 他在非洲搞什麼你知道嗎 他在非洲也蓋了一大堆港口 那他們這幾年用船運公司 就說阿 我們去了一帶一路 我們幫你們拓寬這個港口 或者說幫你們拓寬這個 相關的這個碼頭 那要事實上這些國家 他們沒有錢嘛 所以就讓你蓋 那你蓋的時候 你在蓋什麼 他們也不會管你 所以要先來他們的 埃及的這個蘇科納港 包括蘇丹的這個蘇丹港 吉布地我們剛才講過嘛 包括說肯亞的拉木港 這個肯亞還有另外一個 蒙巴薩港 坦桑尼亞這個 巴加莫約港 還有坦桑尼亞一個三藍港 全部他們都蓋一大堆啊 那蓋一大堆的話 來說 他們根本也不會管這個 好像我講到嘛 你在非洲有這麼多港口對不對 那你在這邊 吉布地這個地方 然後在這個地方 如果再有一個軍港的話 可以完全連起來 再加上說 你看我們再往這邊過來 巴基斯坦 他們跟巴基斯坦 已經談好了 另外再過來來說的話 寶姐 這個斯里蘭坎這邊 漢班拓寒港 然後一直到這個柬埔蓋 柬埔蓋 這幾天不是有個港口嗎 不是也被美國制裁嗎 所以呢 他那麼多軍港都弄起來 這個對美國威脅影響很大 所以這個是美國一定要關注 不可能讓你連成一線 特別是在這個哈里發港這個地方 好 所以請問 今天 中國在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偷偷摸摸的蓋一個軍港 有這麼嚴重嗎 而且之前 它還有所謂它的珍珠鏈 就包括斯里蘭卡 這些 也都是 中國一帶一路的重要措施 它還沒有鬆手嗎 對 這個一帶一路的前身 其實就是它的珍珠鏈的一個戰略 那我們為什麼要講這個阿聯酋 或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這個港非常重要 其實在非洲的北非這個地方 吉布地 它是為了要打擊索馬利亞的海盜 對 所以在那邊要有一個運捕基地 這其實北約國家也在那邊也有 日本也有 但是重點說 如果你擺在這個所謂的 荷姆斯海峽 波斯灣這個地方的話 你想想看 它的對面就是伊朗 你現在美國是要教訓伊朗 如果我今天真的是 教訓伊朗的情況之下 在前面擺正 結果背後有一個解放軍的港口在那邊 還得了 等於說它只能是父輩受敵 你如果中國跟伊朗合作的情況之下 對 共同來對抗美軍 美軍還受得了 所以你看到今年其實5月的時候 就已經傳出兩架的解放軍的運輸機 載了不明的東西 跑到了這個阿聯酋這個地方 結果呢 美國要求阿聯酋的說明 結果阿聯酋還是不說明 解放軍也不說明 那個是什麼東西 結果看起來說 按照衛星偷偷的去拍照的情況之下 發現到真的好像在搞一個軍事基地 那就是中國準備在中東這個地區呢 有一個遠洋的運輸基地 那以便有可能跟伊朗之間連成一氣 那最難 當然我們在表面上來看的話 都知道說解放軍最主要目的 還是要維護他自己的郵輪 或者是他的天然氣的這些 相關的運輸的一個功能 但是事實上來講 有沒有軍事上的用途 有沒有軍事上的目的來對付美國 這個其實是美國最擔心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說如果我把哈利法港 拆在這個地方 如果這個地方就是所謂的河布子海峽 這個地方我只要從這個地方出兵 就是整個在你的後面搓一刀 是 就是說如果美國對付伊朗 或是對付阿富汗的情況之下 而在前面那個北阿拉伯海 或者是所謂的這個印度洋這一塊 來做一些事情的話 那當然中共在這邊有一個補給基地來講 未來他如果把軍艦躲在這個地方 對美國的確是造一個威脅 不過這個不是中國單一在這裡去進行的 剛剛有提到 包含非洲很多地方 你看西非 剛剛講的鋼國 或者是旁邊一點奈吉利亞 那個地方也都是全部在用解放軍的東西 那邊解放軍也未來也會 都是解放軍的東西 對 然後呢北非 然後現在在中東 甚至於說南太 以及所謂的這個太平洋上面 很多地方都已經傳出說 中共在那邊建立遠洋基地 那也就是說 因為如果有國際媒體 或者是美國發現到 把這個事情曝光起來的話 中國會暫時先縮手 他暫時他不會去繼續做下去 但是過了幾年之後 他還是會回來 還是會繼續做下去 因為他涉及到他的全球戰略 你知道因為談了很多的 一帶一路 因為一帶一路在很多地方 已經變成爛尾了 很多地方都已經變成了所有的廢墟 這個地方帶給很多人 非常多的麻煩 結果看到王毅金 突然的宣布 17個國家23筆的債務 就這樣不用了 沒有錯 因為一帶一路這件事 真的爛尾 而且爛尾到中國退也退不了 然後呢那些包含非洲國家 退也退不了 兩邊都進退兩難的 第一個先講中國 中國如果現在一帶一路 這個繼續做下去的話 他們經濟扛不住對不對 可是我前面這個投車都打水標了 所以現在非洲國家集體賴帳了 現在所有非洲國家17個國家 就請王毅說 你不要還了好不好 那王毅就說 沒有辦法嘛 你現在 你怎麼辦 所以這17個國家是非洲的 對 然後現在王毅就說 好吧 那不然這樣子 你17個國家的23筆債務 我全部免掉好了 因為我逼他也拿不出來 我也拿不回來 那能抵押也都給你了 可是問題是這17筆債務 很多中國人看到就氣到壞掉 怎麼樣 因為這17個國家的23筆債務 加起來可能有1400億美金以上 你說有那麼多嗎 1400億 當然有啊 第一個 桑比亞就欠中國60億 然後安馬拉欠中國363億 安格拉欠中國363億 肯亞欠中國74億 非洲國家十幾個國家加一加 當然就1000多億嘛 那中文炸過 中文現在是幹嘛 他這個房貸付不出來 對不對 我房貸就不給我一筆勾銷 你現在給我17國的這個債務 就給我一筆勾銷 果然把我們當韭菜嘛 可是問題是這些非洲國家也很可憐 比如說第一個是肯亞 肯亞那時候就說什麼 我幫你蓋這個機場高速公路 機場高速公路 就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肯亞就是肯亞的 因為我們真的需要機場高速公路嗎 因為我們沒有這麼多人來機場 然後中文說沒關係就蓋啦 結果花台幣181 蓋了這個機場高速公路 結果沒有人去肯亞 沒有人去肯亞 就不會有人在從肯亞的機場離開 沒有人從肯亞的機場離開 就不會有人上高速公路 對 沒有上高速公路就不會收費 沒有貨路費 對 結果呢 27年的通行費 然後整個公路全部割給中國 那肯亞已經覺得無奈了 另外一個呢 柯麥隆的高速公路 柯麥隆也很扯喔 729號剛通車之後 我看到柯麥隆高速公路 柯麥隆我坦白講 真的不需要六線道 這六線道真的太大了 六線道 你知道它大到什麼程度嗎 它六線道 然後38.5公里 時速是110公里 可是問題是你看機場去拍 真的用不到啊 沒有這麼多的人啊 那對柯麥隆來說 我這金額花了115億台幣 你叫我蓋這個東西 我當然可以賴賬 我不需要啊 然後另外一個 蒙特內哥羅的高速公路 這高速公路看起來是很漂亮 沒有錯 可是蓋出來真的是天價 你看這高速公路 你不講真的是 那種先進國家歐洲那種大島 可是蒙特內哥羅 其實沒有那麼多的經濟狀況那麼好 就蓋完一公里 他花多少錢 花7億台幣 那我一公里花7億台幣 我怎麼搞的 還經過峽谷 還經過峽谷 但這被據為世界最偉大的建築之一 可是問題是老實看 我們這樣去拍空拍 也沒有看到這麼多用路人啊 結果一公里花人家7億美金 真的太離譜 另外一個是最扯的 塞內加爾 塞內加爾他們弄了一個大橋 這個大橋很大耶 然後它是這個確實 是這個連接兩個半島的大橋 對 是塞內加爾 對 可是你看這個大橋 為什麼完全沒車 很簡單嘛 它這橋你看 當時來弄那麼盛大的 這個通車儀式啊等等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喔 你看它要過路費 它的行人 要9塊台幣的過路費 騎autobuy 18塊台幣的過路費 然後呢 你都是私家車要69塊 出租車是69塊 相行車是92塊 沒概念對不對 我跟大家講 塞內加爾人一天賺100塊台幣 那你一天賺100塊台幣 我過路費收我9塊2 我需要回來 我就18塊 我有可能五分之一收就沒有嗎 我這還是Bolain跟騎autobine 騎autobine要18.4塊 我騎autobine來回要快40塊 那我如果開車怎麼辦 我一天賺的就沒了 我一天賺100塊 那我騎摩托車過去 再回來要40塊不欠 不可能嘛 所以現在就變成說全部降價 比如說你說Bolain是免費啦 騎autobine是9塊 可是私家車還是很快 私家車要46塊台幣耶 46塊台幣 來回就是100塊就沒了嘛 所以你要知道 這東西根本就沒有人用嘛 然後呢 中國的爛尾不只是一帶一路 這種橋什麼之類的 現在呢 比如說中國企業各種爛尾 比如說我們先看馬來西亞 這個東西 馬來西亞它那時候 中國企業說要投資1000億美元耶 在這邊做生理程式 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房地產 我們光看這個 你覺得只1000億美元嗎 1000億美元是3兆台幣耶 3兆台幣 你真的是可以在沙漠中 弄一個島嶼都沒關係 結果呢1000億美元對不對 結果呢只投入了數十億美元 就爛尾掉了嘛 所以這是中國在馬來西亞部分嘛 廣東也是啊 廣東最大的豪宅叫做天喜灣啊 也是我們現在看到的 全部都爛尾 所以你要看到這個天... 這麼漂亮這爛尾囉 這天喜灣原本是被認為... 還范冰冰去代言 范冰冰代言啊 而且是廣東低豪宅喔 廣東那個人均GDP有多高啊 可是問題是呢 他現在的也完全爛尾嘛 我們看到近拍長雜草的啊 然後內部呢 你看這個水池 擺明沒有清洗嘛 然後全部都長青胎 要生蚊子等等的 所以你要知道 中國現在經濟狀況真的很糟糕 一帶一路爛尾就算了 中國企業向外投資也爛尾 然後那范冰冰來代言 范冰冰自己也爛尾 他現在也不行了 所以你要知道整個中國狀況 真的是很糟糕的狀況 好 廷尾 我先看到 現在 諸葛良不是公根於南洋嗎 他說這個地方 現在變成中國最可怕的爛尾樓中心 中國有這麼慘嗎 中國經濟狀況的確很慘 你看到李克強前幾天不是到深圳嗎 要求六大省份要當作領頭洋 然後把整個中國的GDP要帶起來 結果你知道這六大省份其中有三個省份 在今年的上半年 他們的財政收入赤字 你知道高達 比如說四川高達3694億的赤字 然後呢 河南3370億 廣東2912億 全部都是賠錢赤字 這什麼意思呢 比如說上次我們常常提到的核酸檢測 這個中央要地方買單 那地方沒有錢怎麼辦 他只能去借錢嗎 所以現在發生很多問題 公務人員 你知道公務人員 中國公務人員從去年開始就開始減薪了 對 減薪就算了 還把你過去的獎金要回來 結果你獎金不是已經花掉了嗎 怎麼辦 他介紹你去貸款 就跟銀行貸款以後先還給國家 然後呢再給你算力 所以才八兩字筆啊 所以你知道中國現在來講的話 缺水缺電 四川也是一樣 你說這幾個省份 六大省份 四川江蘇 包含這個上海 包含山東 這些地方缺水缺電的情況之下 怎麼可能GDP會往上走 所以這其實都是一場騙局 都這樣講話 然後再加上 王毅解除了這些非洲國家的這些債務 所有中國人全部炸鍋了 為什麼 因為你既然是幫那些非洲國家 然後我們的債務怎麼辦呢 但是我非洲也拿不回來啊 是啊 但是為什麼 中國也不得不做這種事情啊 因為現在美國跟日本準備要介入非洲了 準備要把中國趕出去 那為什麼 長期以來 中國就是用一帶一路去騙非洲國家 對 這時候死的那個國家 所以你說王毅如果不免除 17個國家這些的債務的話 他就會被美國跟日本踢走了 就倒到美國這邊來了 因為美國也在推非洲戰略啊 美國也要拿一筆錢出來 去做這個基礎設施建設啊 你說中國人覺得很不爽 我被當韭菜來割 那我其他國家呢 你今天如果免除非洲的債務 那東南也要不要 斯里蘭凱要不要 柬埔寨要不要 緬甸要不要 那不是都大翻臉了嗎 所有國家都會要啊 要中國那個發動戰 所以你要為什麼上一次 你知道茂木敏充 不是到了那個 義大利羅馬去參加那個 G20的外長會議的時候 告訴中國說 你乾脆把全世界的債務 全部免除掉 故意將中國一軍嘛 因為你不這麼做的話 每一個地方的這個國家 都會要求你中國做同樣的事情 所以不是非洲有 現在可能拉丁美洲 可能東亞亞國家 全部都跳出來 大家要比照辦理 對 比照辦理 那時候中國怎麼辦 你內部經濟狀況那麼不好 你財政收入那麼不好 然後你又拿不出這一筆錢 最後來講的話 就剛好有一個機會 可以讓美國跟日本 介入這些國家了 所以你要解決非洲的問題以後 你就自私欲分了 是 因為你知道非洲這些國家 那窮國家 基本上他們在一帶一路沿線上面 他們有幾個國家是做得滿起色的 沒有錯 但是這幾個國家來講 他們債務逐漸的高主 對人民來講是沒有幫助的 但是你國家來講 為什麼會債務高主 還是被政府的官員 貪污腐敗去了 所以你事實上 你是中國去養那些政要 而不是中國真的去養那些人民 這時候你的債務免除 也只是免除掉那些有錢人 有錢人 有錢人而已 那老百姓還是想不到這樣的福氣 所以這為什麼說 其實中國人民現在開始覺醒了 看得出來說政府你在搞什麼鬼 那你過往來講的話 你說兩岸外交之爭 現在不是啦 現在你中國自己有一個大戰略不是嗎 那你這個大戰略竟然用錢去丟 用錢去砸 能砸出感情嗎 能砸出這個真正的效果嗎 再加上你這個經濟狀況不好的情況之下 這種勢力就會持續的反撲回來 好 董事長 我記得有一句話 扇門難開 你要去做賽事好事不還債很簡單 可是我剛剛講 王毅你問你不要了非洲十七個國家這些的債務 那別的國家怎麼辦 那你今天好不容易就好 我要跟你美國跟日本競爭 我拉入 那你不是把東南亞其他國家都得罪了嗎 你認為那麼簡單嗎 最近發生什麼事 最近北戴河會議剛開完 北戴河會議開完 蕭建華拿出來抓出來判刑 17年是吧 13年 13年 蕭建華代表多少錢 你知道 代表上造人民幣的這些的 所謂的寡頭的財產 對不對 那我請問你這些一帶一路的債務 這中間所有的款項 你認為這是圓外嗎 是誰做的工程 是誰包的工程 中國包的 對 那這些利益全去哪裡了 去中國了 一定是雙方 我要做外交工作的時候 我要跟你這個 這個可能是獨裁 對 這個什麼軍閥 或什麼省長 地方領袖 跟你合作嘛 那你就你A一點嘛 對 你跟我收買盟友 對 照顧盟幫嘛 一定是第一個嘛 那他照顧之後 為什麼要給中國人做工程 你剛剛講很好 東南亞怎麼辦 東南亞後面的咖嘛 非洲有非洲的咖嘛 那後面的咖是誰不曉得 可能是江澤民啊 可能是習近平 習近平他們家也有做生意嘛 對不對 曾慶紅啊 每一個大咖後面都有利益嘛 那你認為這個在外包的情況之下 這個幾兆 一帶一路工程出去的時候 對 那都是有關係在安排的嘛 你說王毅有權利 站出來免債務 沒有 當然沒有 他哪有資格談這個事情啊 這就是一帶一路 在這個時間點 就是所謂的這個 北戴河會議開完了 北戴河會議開完之後 大家分好了 好 東南搞定了 對不對 因為沒有搞定的話 蕭建華會判13年嗎 所以蕭建華是代表談好了 談好了嘛 然後錢也分好了嘛 然後他談到蕭建華所有的 不法所得歸功等的金額 加加起來我記得好像三千多億人民幣 對 但是我記得幾年前有報導過 蕭建華整個帝國的 好像是兩兆人民幣 那是謊報 對 那換言之講的有差距有上兆人民幣 是不是保留起來了 就我不 我這次教你交那麼多算嘛 對 對不對 那十三年的 十三年的好自然 十三年他們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的話 他可以減刑嘛 是喔 減刑可以減一半六年半嘛 六年半嘛 但是習近平的任期剛好就是 最好老子搞你還要搞兩年 他在五年搞完還一年多還可以搞你嘛 所以全部談好 各派系全部喬好 喬好包括這些免債務的人 他免誰的債務啊 他免要自己 他媽的 我自己去A的人的債務啊 例如A非洲 不是非洲 是五指甲在裡面有一咖 所以不要去查賬了 欸 查到一查 查到被人媽的 有一咖中國咖在裡面 中國的一個大人物 一個大領導的股在裡面 有個公司也欠了錢 那怎麼辦 那大家抖出來是不是很難看 所以乾脆呼呼頂來 所以這叫呼呼頂來的 所以這叫呼呼頂來的 是免老領導的債務 所以你這樣子的解讀 你就搞清楚了 所以北戴河就是喬這件事情 那習近平可以走得出來 也是因為喬好這個事情 全部喬好了 對不對 全部喬好了 習近平就開始就定下來了嘛 天下歸一統嘛 習近平確定進入二次大沒有問題了 對 然後這些 該給的利益都給了 你看該給的 該擺平的 不是 暫時沒有問題 因為他手上還有牌在手上嘛 對不對 你看 所以這幾個大型的動作 最重要你講過一句話 最有道理嘛 千里求官只會財 那這些老共產黨員 這些老領導 他搞了一輩子 就幫他孫子 那麽個幾百億美金嘛 你現在把我錢搞光了 非跟你拚命不可嘛 好 那這樣子好 那大家交換 你讓我繼續幹我的第三個任期嘛 那我就放掉你這一碼嘛 所以這個免債務 不是免盟邦債務 是免老領導債務